trosão Ketun 趙 enbeit和大使徒 跟您最早有矛盾,是 unlikely是王晶前 我跟她不認識 我對他有印象是因為他坐牢的時候 前上拿過他做封面 登了他照片 所以我跟他和解的時候 他講 他說唯一感謝我的就是他坐牢的時候 對他生完 就拿他做封面 生完他 他說阿海那件事 阿海盜版他那件事 他說雖然我幫他 死到阿海賠錢給他 但這件事他說不會感激我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所以基本上他當時就當著六哥的面 就承諾 因為我跟他講清楚了事實 他跟王晶照我搖那些 是不是 那些造謠的東西 我跟他講清楚了 他也明白了不是事實 所以當時和解就已經大家認知了 有共識了 所以他就說以後不會再幫王晶了 第二個以後也不會再罵我了 做朋友了 所以我想不到他這次為什麼突然反饋 我覺得這個人後來我慢慢想 這個實際上就跟郭文貴差不多 如果說郭文貴是全力獵手 就說專門搞貪官 幫助他自己 幫助他自己 那趙元就是財富獵手 專門是巴結 富豪來從富豪哪裡來搞的好處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基本上他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在香港潛伏下來 幹了些什麼事呢 就是他身邊的人 就所謂香港民運界 有兩個圈子 一個叫金華邦 就是經常在金華酒樓 望角金華酒樓最合的一幫人 還有一幫就是在油麻地島香酒家 這個叫島香邦 就是這兩個邦裡面的人傳出的消息 說趙元在香港 他媽的哪裡是搞民運 根本就是搞錢嘛 為什麼這樣講 他在香港基本上是沉迷 巴結 那些富豪從中得到好處 當然一般正常的愛國商人 碰到你趙元這種所謂民運維權人是當然記之千里 不會理他 所以趙元很精明這個人 就專門找那些從大陸逃出來的富豪 反政府的富豪找手 所以他是香港 就據我了解 他就除了巴結這個王金 還有就也巴結一個山西梅樓板 叫呂鐘樓 還有就是在台灣給綁架的那個香港富豪 有千王之王之親的黃坤 你看趙元就是在香港搞這些活動 你說他搞什麼民運 根本就是想騙錢嘛 所以這個人所講的東西都是不可信的 你看他原來說不會傷害博信跟韋石 結果他就為了想從富豪 郭文貴心上落到好處 就馬上翻臉了 所以這種人哪裏是什麼新聞工作者 根本就是放屁嘛 我就說他是一個民運的小混混 講到阿海那個書的事兒 阿海和您決裂是不是當時和趙元那個書的版稅有關系啊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他阿海最後就跟我講嘛 趙元也不是個好東西啊 你幹嘛幫他 而不幫我啊 就是其中就是阿海跟我鬧翻的其中一個原因啊 我覺得趙元他認為就是你幫了他 他不感激 我覺得原因是他認為那本書賣了賺了很多錢 所以他拿的太少了 那個書很賺錢嗎 這個當然啊 你說給的少給的多呢 為什麼我建議這個價錢 是因為在香港這種官司打下去 要麼你拿不到錢 你好像你看劉少奇的女兒來到香港 也是要告阿海一本書 結果根本沒有門 找不到公司跟人來告 那你說是不是呢 劉少奇女兒來告他了 結果就根本告不了嘛 是不是你趙元 雖然說拿到好多證據 你告下去未必能夠拿到錢 所以我出於好心 就說這種版權的官司呢 一般來講呢 你告贏了也最多賠到20萬以下 一般都是10萬塊錢港幣左右 所以我選擇1萬多美金 後來趙元也接受了 這個是趙元也接受的嘛 我不是強逼趙元要這麼低價的嘛 因為我跟他講清楚香港打官司的情況 我也給人家告過 不過不是版權東西 是所誹謗的東西 都是這樣 哪裡會賠多少錢給你 你不管這本書 掙了多少 實際上趙元這本書當然從比例上看 他還可以多拿點 但是阿海很心疼啊 不願意給啊 所以你如果打下去一定能夠討到公道嗎 不一定的嘛 這是一個雙贏的一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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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